澳門行政長官候選人岑浩輝再落區到騰仔 岑浩輝連續兩天落區 在澳門工聯會會長何雪卿等陪同下 到訪岑仔中央公園和官雅街一帶 和街峰和商戶交流 了解他們對社區的意見 包括到訪一間印度餐廳 了解餐廳人流和經營情況等等 又用蒲宇和約房負責人交流 岑浩輝說騰仔發展好而且現代化 加上配合輕軌、空中走廊等整體規劃完整 他說有街坊反映 希望增設定點巴士路線等等 期望再完善澳門公共交通服務 減少節日遊客對居民的影響